为了鼓励弱势学生用功读书努力求学 金明园绅士爱心关怀协会 分别到七堵 长星 堵南以及马林三所国小 致政每个学校五位每人两千元 总共15人的清函奖助学金 希望未来学生长大有所成就时 也可以回馈社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更有去争取自己的一些成绩 然后以后长大来回馈社会 这样子我们的用意是这样子 希望大家互相有爱心的人 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最主要是说能够鼓励这些基优的同学们 能够继续努力向上之外 也期待以后将来长大以后 有能力的话同样有这个爱心 能够继续回馈给社会 协会的爱心也让三所国小校长 代表小朋友们由衷感谢 那尤其是马林这种比较属于 费三费四的学校 那有一些我们这里的 就是比较属于M型社会 那有些小孩子真的是需要帮忙 那谢谢议员的一个协助 然后还有民园跟盛事协会 然后他们对于孩子的一个关怀 那相信这些孩子给他们 我刚刚也给他们一些机会教育 就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家庭 能够发挥帮助家庭 帮助弟弟妹妹 然后让他们的家庭更安心 那也希望给他们一点鼓励 那也非常谢谢议员 还有协会的一个帮助 谢谢 金明园绅士爱心关怀协会 希望付出的爱心 未来可以一代接一代 持续下去正向循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homicide 我们在一起请露 第一支 第一支